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为了宣传今年的名人爱献馆二手包意卖活动 特别邀请彩妆教父Kevin老师担任活动宣传大使 指导心智障碍青年们进行童心宝贝时尚体验秀 展现出最自信的一面 也透过走秀展示多位艺人所捐出的二手包 呼吁社会大众能一起来响应二手包意卖活动 第一位我们看到的是小艺 他手上拿的这个包包呢 就是Kevin我捐出来的 这个是来自Balonshaga巴黎世家 我觉得很多人年轻的时候都会非常喜欢的一款包 这个现在在柜上你应该也是找不到了 这个大小呢非常适合这种两天一夜 现在大包又再次流行回来 朋友今天背了一个后背包 非常好看的这个Hi Cerebra的这个后背包 尼龙的柴橘 你看前方有一些非常特别的这种部落的花纹 很可爱很实用的包包 而且这个大小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可以背 不管是男生女生 你看帅哥陈佑背起来也很好看 谢谢陈佑 第三位是月娥 月娥手上拿的这个包包非常非常可爱 这款包包呢 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小燕姐捐出来的非常可爱色彩拼接 非常感谢刚才第一社服的迅男美女们为我们示范的走秀 不要忘了从12月1号开始 大家一定要锁定第一社服的不管是官网或者是脸书 这一次的名人爱线馆会透过雅虎的这个拍卖的平台来做竞标 你一定要记得我们是用竞标的模式 所以呢你一定要每一天上去关注你的价钱 你喜欢的那个包包有没有被追价过去 比如说如果你想要蔡依林的这一个保格力的包包 或者是你看好可爱的蜜蜜包 迪欧的包包 或者是你喜欢我捐出来的这个Balo Shaka的两天一夜的大包包 所以记得赶快锁定第一社服 不管是官网或者是脸书的粉丝团 来了解一下名人爱线馆这一次的爱心义卖 第一社服成立43年 是一个专注于服务心智障碍的组织 目前复设12个发展中心 同时也服务双倍社区里的身心障碍者及其家庭 每年服务超过上万名不同年龄层的身心障碍者 名人爱线馆的义卖活动今年已经迈入第12届了 感谢许多演艺圈的朋友们捐出他们全新 或者是有纪念价值的二手包包 让喜爱他们的粉丝还有大众竞标 这个意卖的金额呢 将会全数帮助我们心智障碍朋友的照顾服务 今年我们强调寻宝献爱包您幸福 就是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响应物品环保再利用的精神 还可以将这个物品的价值极大化 化成爱心来支持童心宝贝和他们的家庭 这次的活动非常感谢天后财依林 Kevin老师 小燕姐 莎莎 宋云化等15位知名艺人共襄盛举 总共有21个包包等大家来竞标 活动会在12月1号的中午12点 在雅虎拍卖的平台上 第一基金会的卖场开放竞标 到12月8号的中午12点为止 最高价者得标 我们会在截标付款后的一个月内 寄出包包和收据 详细的活动资讯 也可以到第一社福官网的最新消息中了解 欢迎大家踊跃支持第一名人爱心馆的活动 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指出 今年活动相当感谢众多艺人的爱心相挺 竞标意卖活动将从12月1号到12月8号举行 欢迎社会大众踊跃响应 名人爱线馆公益拍卖 一起来关注心智障碍者老化的议题 也帮助他们快乐学习与成长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